另外一方面很多的五星級飯店 在昨天都接到了通知 也就是美國帶骨牛肉 將會暫時延遲進口到台灣 不過其實很多的飯店 早就已經預定好 做美國牛肉的商機了 包括在12月初 就要舉行美國牛肉節 現在通通喊咖 他們說損失至近百萬元 剛烤好的帶骨牛排 一刀切下肉質滑嫩 這是號稱巴菲特最愛的牛排 原本五星飯店早就準備好 要等美國帶骨牛肉一進來 就趕快做熟成處理 時間至少要三個星期 結果現在竟然聽到 帶骨牛肉延遲進口 讓五星飯店急得跳腳 說這個期限必須要延遲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的一些美食 一些準備的工作的話 都可能會生變 那其實很多淘家 都已經在等這個套餐了 我們現在其實手上 大概有一百多個定位 其實都在等這個帶骨的牛肉進來 原本這家五星飯店 預計12月7號就要舉辦 美國牛肉節 打出原汁原味的巴菲特套餐 一刻2200塊錢 已經有100多張訂單 結果現在美牛帶骨牛肉延遲進口 至少損失二十幾萬 還不包括跟美國主廚的 前院經濟以及相關的事前準備 損失恐怕有近百萬 11月2號這個日期 那就是說這個日期之後 跟當天的牛肉不能進來 那不知道什麼時候的牛肉 是可以進來的 不只這一家五星級飯店 還有別家的餐廳業者 原本也是摩拳擦掌準備要推出 美國牛肉的相關餐點 結果現在得通通喊咖 業者說一連三的相關規劃 都得往後順延 這個損失又能要求誰來賠償 中醫新聞 你謝謝蕭陽儀 台北採訪報導